深夜这个即将结婚的女孩和男友吵完架刚打算来公园冷静一下 可她前脚刚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不远处就有一个划着滑板的男人突然向她靠近 毫无防备的女孩仍在傻傻地等待男友的道歉电话 而恰恰在她注意力全在手机上的时候 身后的滑板男突然开始一步步走向她 紧接着下一秒直接用带有迷药的毛巾捂在了她的鼻子上 女孩用尽力尝试挣脱男人的胳膊 但她的身体很快就在迷药的作用下完全软了下来 而就在她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也终于看到了男友打来的道歉电话 得逞的男人迫不及待地将女孩拖到了树丛里 接着用她肮脏的双手解开了女孩的扣子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女孩的男友见女孩不接电话 于是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戒指打算等女友回来使给她的惊喜 她是一名警察因为平时太忙忽略了女友的感受才发生了争吵 看着这枚戒指她仿佛已经想象到女友看到她是开心的表情 可直到五个小时后阿泽突然接到了警局的同事打来的电话 她的女友小曼变体鳞伤的被路人发现送往了医院 阿泽听后立刻赶了过去 来到病房门口警员阿师告诉她 医生不但在小曼身体上发现很多暴力的侵犯痕迹 而且在其头部还有很多盾气击打的伤痕 因此不排除凶手在作案后有过灭口的打算 阿泽来到病房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友 她很懊悔 因为最近一个月内已经发生过三起公园侵犯案 如果她昨晚有考虑到这一点 那或许这种悲剧就不会发生在自己女友身上 此时的小曼很清楚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一向很自信的她此刻感觉自己很卑微 她认为这副被污染的身体已经再也配不上阿泽 回到警局后 阿师已经对目前发生的四起侵犯案进行了总结 由于小曼的精神状态还未稳定 所以暂时无法进行口供询问 不过就前三起的受害者提供的信息 他们都称在被侵犯时有闻到歹徒身上有股奇怪的烟味 无奈此人提前做了准备 法医并未在受害女性身上发现男性的痕迹 而唯一有用的线索就是三名受害女性都曾提到 在她们被迷晕前听到了滑滑板的声音 除此之外 有一名受害者在被侵犯前曾看到了歹徒的眼睛 她称那个眼神很稚嫩 感觉对方应该是个年纪不大的孩子 仅从这两条线索来看 基本可以判断嫌疑人多半是明慧王滑板的青春期少年 为了避免下一个受害者出现 晚上阿师故意穿得很少来到一处公园 警方已经根据四起案子的现场发现一个规律 那就是嫌疑人选择的一般都是监控稀少的社区小公园 而且这些公园又都集中在南郊附近 阿师在接连尝试了三个公园跑步后 果然在11点多的时候 警方发现一个戴着口罩划着滑板的男孩开始向阿师靠近 正在假装拉伸的阿师接到命令继续跑步 而滑板男似乎有些紧张直接踩空撞到了他的身上 众人见状立刻上前对齐展开抓捕 滑板男见识不妙也开始逃跑 不过还是很快被提前布局的警方给按倒在地上 本以为抓到了凶手 可一番审问后才得知此人只是经常偷窃的小偷 而且最主要的是 此人的身上也没有受害者口中的烟味 第二天阿师听说小曼情绪平稳一些 后来到医院经过昨晚诱饰式的抓捕行动 警方发现这样更容易打草惊蛇引起嫌疑人警觉 而且他还留意到小曼与其他三名受害者不同 那就是前三名女性在被侵犯后并没有被殴打 可偏偏是小曼 她的头部曾被歹徒反复用滑板杂击过 她想让小曼仔细回忆一下案发时的细节帮助警方破案 而小曼不希望阿泽听到他被侵犯的过程 于是让他出去后开始配合阿师的调查 他称因为自己的父母一直催着结婚 而阿泽平时又比较忙让他忽然没有了安全感 二人发生争吵后他便想着去公园冷静一下 可他当坐下没过多久便被迷晕了过去 后来他就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他迷迷糊糊醒来有尝试逃跑 他在再次被推倒时摸到了一个啤酒瓶子 然后直接朝对方的头上砸了下去 紧接着他的头部就遭到了对方的报复 阿师听后询问他有没有看到凶手的样子 小曼努力回想了一下 因为当时天太黑再加上意识有些模糊 所以看不清对方的脸 不过他可以很肯定此人年纪应该不大 唯一让他深刻的是 小曼闻着对方身上的烟味有些奇怪 那种味道就好像一种经常闻到的药材一样 从病房出来后 阿师反复琢磨着小曼的口供 因为警方之前已经在小曼被伤害的现场进行过搜索 并未发现他口中那个酒瓶 警方怀疑嫌疑人应该在作案后把酒瓶或者碎片带走了 而对方这么做 很可能是担心上面有血迹被警方发现 考虑到晚上光线的因素 阿师认为凶手慌张带走那些碎片时不可能没有任何遗漏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阿师带人再次对案发现场扩大范围进行了搜查 警方模拟了嫌疑人所有可能逃跑的路线 结果在众人长达两个小时地毯式的寻找后 阿师果然在一处十凳旁边发现了一枚带血的酒瓶碎片 回到警局 法医在检查小曼的衣服时也有了新的发现 报告竟显示在小曼的内衣上检测到一种蜂蜜的残留物 阿师忽然想起四名受害者都提到的奇怪的烟味 再结合这些蜂蜜 他突然意识到凶手极有可能是一名养蜂人 因为据他所知 一般的养蜂人在收蜂或者割蜜时 都会选择用艾草之类的烟雾来驱赶蜂群方便工作 而小曼在提到嫌疑人身上的烟味时曾闻到了药材的味道 除了养蜂人 他想不出还有什么职业可以满足蜂蜜和烟味这两个条件 可受害者都说嫌疑人是个稚嫩的少年 而养蜂人一般都是四十多岁的大叔 这种完全相悖的特征又怎么回事呢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阿师来到市场上找到一名卖蜂蜜的大哥 从与他交谈的过程中得知 养蜂人之所以用艾草驱赶蜜蜂 是因为他形成的烟对蜜蜂毒性较小 而且对周围的环境还有着杀菌的作用 阿师听后好奇地询问他这些蜂蜜都是在哪里进的货 大哥刚开始还不愿意说 不过当阿师表明身份后 他称一般市区内所有的蜂蜜 都是从南郊一个名叫黄大树的男人那里进的 阿师听后立刻将这条线索通知了局里 并让同事仔细调查了这个黄大树的资料 回到警局 阿师拿着黄大树的地址准备去养蜂场调查 可以旁的阿则听说有了线索已经等候多时 他希望阿师能允许他跟进调查抓住那个侵犯女友的人 不过阿师担心他见到嫌疑人情绪激动 所以只好婉拒了他 很快 阿师根据地址找到了黄大树的蜂场 他们一进来就看到一个男人正在检查蜂箱 而他在取下防蜂的帽子后果然是个中年的男人 这与嫌疑人的特征完全不符 二人上前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来这里的目的 从黄大树面对警方调查时表现出来的状态来看 他似乎真的对四起侵犯案一无所知 不过就在阿师询问他是否认得一个喜欢玩滑板的少年时 黄大树的脸色突然僵住了 阿师二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身后 而远处的墙边恰好放着一个彩色的滑板 阿师见状赶紧询问那块滑板的主人是谁 男人低下头深吸一口气 然后看着不远处的男孩说那是他儿子的滑板 阿师慢慢靠近找到了正在晾衣服的男孩 他一转身额头上的伤口直接暴露在警方面前 而还没等阿师开始询问 男孩看到他们脖子上的正见后 突然身体开始下意识地后退 阿师发现了他细微的动作 可刚想制止男孩就转身打算逃跑 二人见状立刻追了上去 却不料一个转弯的功夫 男孩就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消失不见了 此时偷偷跟踪过来的阿泽也赶过来与他们会合 几人分头对周围的花棚一个个展开搜查 阿泽这边在其中一个花棚的地上发现一个打碎的花盆 他意识到那个男孩一定就藏在附近 于是跟随散落的土壤一路来到旁边的风房 而就在他屏住呼吸警惕寻找的时候 男孩突然从他身后的杂物堆里冲了出来 对方抡起木棍一下砸在手无寸铁的阿泽身上 听到动静的阿师赶过来一脚将男孩踢进了风房内 看着不断飞出来的蜜蜂和风房里传出的惨叫 聪明的阿师拿起旁边的塑料纸 然后直接劈到身上将阿泽给保护了起来 等阿泽醒来后 他来到医院告诉小曼 警方已经对比血迹抓到了侵犯他的那个少年 而他也答应小曼 以后再也不会让他深夜独自一个人出去了 立即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